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公告所谓的第二季的财务报告 第二季财报我们看起来 很多公司相当不错 当然如果以股价位阶来讲的话 如果说位阶不高的话 基本上可以反应 不过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 我会观察一个现象 就是短线上我们看到 非常多的股票 这个砍得超严重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前面涨多了 我现在如果大盘有一个不对 跌个100多点 大家急着杀股票 今天最容易看得出来 你可能股票会杀在低档 为什么 打下去 其实前面都在拉回来修正 然后突然你会发现 一个反弹上来了 我现在问大家 你对这个族群 你还有什么概念没有 功率半导体 哇塞 今年功率半导体相当不错 我先讲 里面出了很多的标股 我先跟大家说 那现在重点来了 前面是不是涨多了 第一件事 前面涨得超凶的 来等一下 基本上很多人是前面 在出身段的时候没有赶上的 后面开始去追 觉得他还会涨 而且每当股票涨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 都会看到一些关于相关产业的利多 那么你会去追 追上去 他的等于说他符合比较多 他很重 然后大盘一开始拉回 不得了 我现在告诉大家 大盘只要拉回个100点200点 大家好像股票很烫一样 就开始丢 但无可厚非的是什么 股价涨多了 他必须要经过一个修正整理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 如果股票在短线上跌多了 就是我今天的标题叫物极必反 你只要涨多了 他必须要去修正 什么意思呢 涨多了变利空了 什么利空都没有 涨多了就叫利空 跌多了就叫利多 就这么简单 除非那家公司他完全不赚钱 产业通通不对 基本上我们看到台湾股市 现在是超热的情况 大家也在思考 那个小说当冲的证交税 是不是要调降 或者怎么样 有关机关怎么样 昨天这个是传闻 对不起 现在在开会讨论 所以市场上就开始在乱传 好吧 既然如此 我们每次看到的这些震荡 在震荡震荡 股价在节节败退 尤其像电子股 那些超会涨的股价 等一下什么意思 不跌了 好吧 我跟你讲不跌了 不跌了怎么样 我开始酝酿反弹 不跌了不是立刻就可以强弹 我先跟大家讲这个观念 因为你在短线找到一个支撑了 你们卖不下去了 该卖的早就是过程里面开始卖卖卖 卖不下去之后 开始有人低接了 在低接的时候 一弹上来 短线一定要先跑 所以他在短线上还会出现一个震荡 再来他会回到正常轨道 什么叫正常轨道 我们讲的为什么要去看营收 那为什么要规定说 8月10号以前 你一定要让所有投资人知道 7月份的营收报告 所以你7月份营收好不好 关注到第三季的第一个月 对吧 好那当然有人就立刻反应了 7月份营收不好 马上反应跌停 对吧 马上反应跌停 因为比起前面几个月来 你好像营收有衰退 不过他的营收可能在8 9月 会再会上来 所以这是不是机会 这又是机会 各位 我们讲一个关键点 如果今天不拉回 大盘不这样跌下来 哪有便宜的股票好减 所以对我的心态来讲的话 很好 在整理的过程 看到股票的内涵 如果你今天跌得多 你将来可能就会变成 复仇者联盟 我先跟大家讲 他就会变成复仇者联盟 因为你产业对 你获利不错 但是你超跌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会反弹 而且反弹非常强劲 好吧 这是有关于功率半导体 我觉得他们的未来 还相当不错 再来呢 我先跟大家讲 所以你看到那些 什么营收获利 基本上呢 我有个关键点 常常我们在看营收获利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比较 比较什么呢 比较说 你到底在哪个产业里面 你是有办法站在 站在有一席之地 第二件事呢 我们在比较的过程里面 又发现你是哪一个集团 我先拿这张给大家看 它叫低轨道卫星概念股 我曾经讲过的 国具集团的旗下 有几家公司可以注意 第一个是国具本身 第二 凯美 因为以前有奇力心 因为国具要并奇力心 所以奇力心我们就不考虑了 再来就是 陈泰明当董事长的那一家 哪一家 铜心店 注意看铜心店是 低轨道卫星概念股 它是属于高频无线通讯的模组的部分 这是独家供应的 注意 如果铜心店有这样的概念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发现 台湾的车用CIS供应链 这里面你绝对有股票印象很深刻 他叫金向光 金向光今年大涨 涨到你已经觉得很夸张 但是他今年的获利也很夸张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 你凡是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你就会觉得 我这CIS 因为铜心店它是属于封测 封装测试 那我先给大家看 铜心店它的获利好不好 第一件事 铜心店的获利好不好 第二件事 铜心店有没有扩厂的计划 有的 而且他在桃园巴德是盖新厂 花了50亿盖新厂 如果今天你没有后面的订单 铜心店并了胜利以后 他在车用的部分就加强了 对吧 他又属于国际集团下面的 国际集团下面的 当然他的董事长就叫陈泰明 你知道吗 那种想象空间就超大的 那加上那好吧 那既然有这样的题材 你有低轨道卫星题材 你有这个所谓的车用的题材 又并了胜利 所以并了胜利以后 跟安森美的关系结合得非常密切 所以如果跟安森美的关系很密切的话 那当然去对应到特斯拉 好那原来是这样子环环相扣 那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那如果这样好的话 那我们就看他营收获利 营收那叫成绩单好不好 那我们讲一大堆题材 讲一些废话讲完了以后 大家的画梦 画完以后 成绩单 第二季财报 七月份营收 这都叫成绩单 每次我们在看财报 不就成绩单 真的不错 那这个说前面的话题是真的 所以每次我们在考验一档股票 他的话题性的时候 最后人就是把成绩单拿出来看 你才能够确认 你讲的那些真的还假的 对吧 好吧 所以呢 我觉得未来来讲的话 以国际集团下面的一个 比较中小型的股票来讲 同心电是蛮有看头的 那好吧 那这样接着我继续跟大家讲 跟大家报告了 来了 这叫特工系列对吧 你都记得嘛 特工只有三档 我跟你讲 这全系列 全系列你 等一下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叫全系列 请大家仔细看 各位 一号 它是不是叫康普 好吧 康普知道了 这不用讲嘛 电动车的电池材料 正极材料 二号 它的聚合 又是电动车电池 这个拿这张给你看 你看清楚 正极材料 康普 聚合 电解液的添加剂 这个其实我们在我的 散布特工队里面 都有跟大家讲过 这产业面基本面的介绍 等一下 那为什么特工 特工系列都完全在 电动车身上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关键点 因为电动车 它不仅是长期趋势 而且所谓的原料的取得 它也是相当困难 就是越来越缺 越来越缺 所以 这样子来讲的话 电动车最大的成本 来自于电池 对吧 好吧 那电池 所以当电池 我们就要必须思考一个关键 如果电池这样的一个原料 比如说正极 正极材料 那我们来看一下 正极材料 这个原料取得 越来越难的情况之下 那他们的获利 会不会因为电动车的发展 而提升 这很重要啊 我过去曾经讲过 比如说那种 硫酸菇啊 硫酸菇要怎么去提炼 什么 透过什么回收呢 再把它炼 我有一集节目在讲这个 那好吧 我们再想一下 既然前面两个都叫做 电动车 电池材料 对吧 那它会有什么关联 全系列 它有关联的 天哪 等一下 今天大盘是 今天大盘不好 不是很好 对吧 大家都知道 有在沙盘 跌一百多点 盘中震荡 来 请看 这个叫一开盘就往上冲 对吧 一开盘就往上冲 攻到哪里 攻到涨停 攻到涨停 那好吧 等一下 那是哪一档呢 它这家公司很鲜 它就卖个设备给厂商 说我现在提供你这个原料 因为它会产生废水 所以大家做这个 原物料 大家都应该有一个理解 就是它会产生废水 那这废水里面 它有个系统 我现在给你用这个系统 你可以把这个废水回收回来 我再提炼这样子 我卖给你的东西 提炼回来 我帮你回收 我保证你多少 的趴数回收回来 各位 然后我再卖给你 它是这样子 对 所以如果这样子有没有用呢 我长期的观察下来 这样子是有用的 那什么意思呢 你去看 那基本上会反映在什么地方 反映在它财报 所以当财报一公布 财报一公布 立刻反映给你看 第二季财报 突飞猛进 大幅成长 砰 我跟你讲 那不好意思 没得买就不要买了 我常在讲一件事 那如果今天的开盘都已经是 趋近于最美好的状况 不买了 我先跟大家讲 那就不要买了 我先告诉大家 第一 为什么要去追股票 没有必要 我觉得台湾股市有这么多股票 如果假设今天开盘状况很好 那干脆不要买 因为它已经趋于涨停 那么等一下就涨停了 所以你再买呢 你就会碰到涨停 好吧 你追上去就是涨停 那么追上去涨停以后呢 因为大盘在震荡 它有可能会打开 好吧 打开那第二件事 它在反映财报 它在反映财报是咻 啪 除非你昨天就买好 我先跟大家讲 除非你昨天就买好 否则像这样的股票呢 基本上长期趋势是很OK 我在讲 整个电动车系列 走到三号 告诉大家 结束了 特工三号 特工系列 到今天完结篇 那明天我们再打开 跟大家分享 那我现在要跟大家提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 标题上写的物极必胆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那我们讲了 如果你的股票呢 体质很好 所以你过去呢 就是涨涨涨涨 超涨 大家都追捧这样的股票 跟着题材追捧 追捧上去之后 当我们财报公布 然后说不错耶 等一下 那你要去比对呢 他已经涨到什么地方 然后再比对他的财报 比对他的营收 哇 真的有点超涨了 对不起 请修正 拉回来 对吧 我在讲吗 涨多是利空吗 是吗 好来 拉回来拉回来 停 好 拉回一个幅度以后 停住 停住以后 请问等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很简单 所以你未来产业前景 有没有改变 所以你现在的 供不应求状况 有没有改变 你现在的涨价效应 有没有改变 当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我们未来是不是 在考验你的成绩单 对 未来在考验你 八月营收 九月营收 第三季的获利 等一下 那是未来 对吧 如果有个期待的话 当股票修正完毕之后 他出现一个叫做 物极必反 就是我今天所讲的 他会变成复仇者联盟 什么意思呢 短线上 我这样快速修正以后 我开始反弹 再进攻 我们常常在讲 轮到什么股票 轮到什么股票 那轮到他 轮到他 我现在跟大家说了 我简单来说明一个好了 对不起 航海王对吧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今天如果要去 航海王的时候 请问大家 航海王到底要怎么买 买哪一档股票 会比较好呢 好 来 我让大家选 长荣阳明万海 请选一档 你觉得说 我买这个 如果要这样 那还不如去看一家公司 因为他有买这些 航运股的股票 做投资 而且获利也超好的 企业的营收也超好 我看一看 今年上半年赚超多的 那以股价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OK 来各位哪一家呢 我来看一下 这个就叫做 台华 台华 对 你去查一下台华 他到底投资了哪一些公司 有没有长荣 对 这很重要 我觉得说你今天如果要去买长荣 或者去买吴万海 或者去买阳明 那基本上就是看他们家公司的发展 对吧 如果有一家公司呢 已经帮你去投资了这些公司 然后呢 他本身的获利又超好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请问你 那你干嘛要去选择长荣 阳明万海 是不是这样 因为同样都在什么 航海王概念里面 所以我的概念 我今天会从这个地方出发 所以原则上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 即便是磐势震荡 大概这两天 就会趋稳 我先跟大家说 它会趋稳 而且呢 就一定有个现象 叫做 复仇者联盟会出现 因为短线上 哇压缩压缩压缩 你都不知道 这股票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不是很好吗 怎么会这样节节败退 真的是涨多了 我先跟大家说 真的是涨多了 第二件 我们看到今年全年 预估的EPS 有些股票身上 我们已经开始 把它计算 它会相当不错 接单能力来讲 相当不错 很好 为什么 如果你今天不拉回的话 一口气往上冲 冲不上去 可是当拉回整理以后 它就会有另外一个契机 也就是说 另外一个波段 它可能即将要形成 就是拉回来 休息整理 再攻 这个力道才强 所以 目前在下半年 我现在目前所看到的 今天在八月十号 我特别提醒大家 而且呢 即将出现的呢 会是 复仇者联盟 好不好 那既然它叫 复仇者联盟 它必须要怎么样 它必须要整理完毕 然后怎么样 放量怎么样 上攻 它才可以叫做 复仇者联盟 复仇者联盟 应该有个条件 我先跟大家说 就是基本上 它的基本面要好 也就是产业前景要对 刚才讲的 那几个现象都存在 供不应求 涨价效应 通通都对 在这个情况 涨多拉回修正以后 才能够当 复仇者联盟 等一下 那要先整理完毕吗 是的 它必须要整理完毕 请问大家 这两天 是不是算不算整理 算整理 再拉回整理 而且幅度蛮大的 在这样情况之下 它必然会产生 后面 有钱可以赚的股票 这样子 这样比较白话 对吧 那如果你觉得说 可以这样子 对 就是过去我们耳熟能详 那些股票 它会变成 复仇者联盟 是的 好吧 那么 到底是谁 复仇者联盟 一号 今天要送给大家 明天八月十一号 礼拜三 进场 好吧 等它开始攻吧 我觉得买股票最有趣的是 你在这边等 等着大家在震荡完毕 等整理完的 你进去接 接了以后 立刻量就放上来 上去 你这样坐顺风车 你不需要在这盘市里面 紧张的 每天这样子看 上上下下进出 我先告诉大家 这样会比较方便 所以明天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 叫做 复仇者联盟 一号 有需要的观众朋友 你觉得 对 我也超想操作 那个以前的 不敢买的 涨太多的修正过的股票 修正完毕的股票 他还会再攻的 那个我敢 因为基本上有了解了 对吧 那么 那你不要客气 等一下进广告 麻烦各位 请你拨电话 拿你的复仇者联盟 一号 准备好了吗 预备 进广告打电话 待会 全民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02-8512-5858 8512-585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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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复直播 立即上线 Live直播 观网服务 欢迎如地铃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开启投资新视野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好 如果说在震荡的盘势里面 大家在看的一些大型股票 它可能没有太大发挥空间 基本上它大跌的幅度不会太深 小型股票因为它会涨也会跌 所以在这边它股性会比较活泼 我们讲的股性活泼 意思是它会涨也会跌 大家都喜欢听到会涨 但是不喜欢听到会跌 如果说我去买到高点 跌下来怎么办 大家都会心里想 那你不要怕 我讲的股性活泼的股票 因为它会涨会跌 所以它跌下来它还会涨 这很重要 不然你买到那比较牛皮的大型股票 它基本上它不会涨也不会跌 什么意思 股性没那么活泼好不好 它就是平平稳稳走在的地方 尤其在整理阶段 那个叫做 你要很有耐心去抱它 那就是长期持有的股票 基本上今年我们在看 不管从整个半导体产业看下来 所谓大型的股票 其实它都有涨过一波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如果以半导体产业的下游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封装测试产业好像相当不错 我现在基本讲过去的牛皮股 大家在想说 那个封装测试 封测是最牛皮最牛皮的 那如果你认为它是最牛皮最牛皮 它其实也涨过给你看 你再回来看的话 不对啊 整个的步骤好像都没有改变 什么叫没有改变 你去看会涨的是谁 上游的IC设计 我现在讲一个 IC设计最妙的地方 就是说我也不用花很多钱去投资 你看那些中小型股本的 我没有花很多钱去投资 我干什么晶圆厂 国外那些所谓的IC设计公司 完全没有你又不是IDM厂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做IC设计 我做好这件事情就好了 交给晶圆代工 对吧 晶圆代工产能塞爆了对吧 产能塞爆以后呢 接着换谁了 换封测 封测的产能塞爆了 所以当产能塞爆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会发现原来终端需求这么强 终端需求很强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产能塞爆的情况呢 我只能用涨价来去因应 对吧 要不然就排单 谁优先 比如说车用优先 或者是5G的优先 就开始排 排单子排进去 好吧 那轮到封装测试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也是一样 每一种的封装测试 它都会发生一种情况 就是在不同的封装 不同的测试领域里面 他们所要花的时间是不同的 比如说 举例好了 车用的驱动IC面板 我要测试的时间 因为它还有所谓的宽温的问题 它测试 它时间就拉长 时间拉长的情况之下 对不起 因为你要做这个测试时间拉长 所以 那我要涨价 通常面板驱动IC的 这个所谓的测试价格的调涨 大约是涨10% 就一次拉10%上来 可是一到车用的时候呢 因为用宽温的测试 所以它变成 对不起 我要涨25% 你看啊 那你说 车用的毛利是不是比较高 不然你怎么有办法去接受 对啊 车用面板驱动IC 在第三季 它调涨价格 它可能一调 就是25% 跟测试的时间有关 所以这样子我们来看 整个产业的基本面 这样子你会发现 对哦 如果现在目前的产业 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也就是 不会什么 不会产生那种现象 我们现在在谈叫 供不应求 对吧 那产能都筛爆嘛 会不会产生那种现象 供过于求 完了 我跟你讲 供过于求 就是代表大家 产出一大堆东西 然后市场没有人要 哪那么多需求啊 那这个时候就要降价来面对了 可是没有啊 没有这个状况啊 那既然没有这个状况 而股价是下跌的 那请问大家 是不是好现象 是的 因为之前涨太多 所以回归到这个重点 之前涨太多的股票回来 我们再关心 我刚刚有举例的嘛 如果以国际集团来看的话 请问是买国际好呢 还是买同心店呢 还是买凯美 那如果以我来看的话 都不错 可是如果真的要下手的话 你应该去找 国际集团下面的公司啊 凯美啦 或同心店啊 第一个价格啊 也比较低 对吧 第二 它的潜在能力比较强 我先举个例 国际跟鸿海去做策略联盟的时候 当时他们要去做电动车 这个联盟的时候 第一个跑去扩产的是谁 是凯美 为什么 等一下 那请问凯美 请问你为什么要先跑去扩产 因为不是国际跟鸿海 在做策略联盟吗 对啊 因为我准备要提供电动车的零件啊 对吧 要给鸿海啊 哦这样 所以国际代表了去跟鸿海去签 鸿海在大力推动电动车 这是所有市场都知道的事情啊 如果你不转到电动车 大家 仍旧是把你习惯还放在那种 所谓的手机代工的厂商啊 对吧 那你这样子来看 好 鸿海大力推动电动车以后 当然国际跟他策略联盟以后 你会发现 怎么是凯美跑去先扩产 先准备好 因为我知道 我订单在后面准备啦 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用这个关键点去看 所有的股票的内涵 你才会发现原来 有些公司它价值现在 现在算什么 评价还算低 什么意思 它未来会爆发嘛 因为你扩产以后呢 你碰到大客户 即便毛利会被压缩一点 比如说鸿海做生意 你毛利 毛利率 你可能我要吃掉你 你不要便宜一点给我 毛利压 但量大 在量大 就取胜了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先关键点在哪里 刚讲了一堆产业面的东西 这个关键点是在于 你不用担心的股票压回来 到底会压到哪里 你要关心的是 它什么时候开始要反弹 对吧 压到误极必反弹 打不下去了 打不下去了 是不是 体质本来就很好 这是因为整个环境的关系 大家这边筹码乱K KKKKK 好像觉得股票很烫 就一定要丢出去 然后有些人开始接 开始准备攻击 砰 来了 整理完毕 怎么样 放量上攻 这就是复仇者联盟的要件 它要整理完毕 准备放量上攻 今天要送给大家是 复仇者联盟的开路先锋 也就是一号 明天8月11号 礼拜三 开始出发 好吧 如果需要的观众朋友 待会节目结束之后 麻烦各位 请你拨电话 拿你的复仇者联盟 一号 感谢大家收看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們下来 Uma Ass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